工信部最近组织编制了两项甲醇燃料加注规范 以保证甲醇汽车试点工作的顺利进行 工信部今年还将深化甲醇汽车试点 推进甲醇汽车在车型的公告 有分析认为这将对甲醇汽车的产业链构成长期的利好 相关的一些公司可以去进行留意 汽车我们知道一般大家感觉好像常见的一共三类 一个就是烧汽油的 一类烧柴油的 还有一个就是用电的 大家能在马路上看到跑的最多的可能就这三样车了 现在又多了一个甲醇作为一个动力 甲醇汽车产业的规划 我们过去都很少谈 童彬怎么看这个产业 我觉得这个倒是真正的一个清洁能源 就是相比于电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什么煤炭 为什么它是真正的清洁能源 就是我们知道就整个包括像乙醇甲醇 其实就是在发电 就是在燃烧过程当中 虽然说有二氧化碳 但是它可以通过其他的包括一些处理 就包括现在的一个尾气 其实更多是来自于一种化石内运 当然就是目前整体而言的话 我觉得可能就市场规模 可能还是比较小的 因为毕竟来说它有一个 即使说要上市 它前面还有一个推广器 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按照之前 包括像有一些这个新能源的 用电的这种车 对吧 它其实整个的一个过程 也是比较缓慢的 而且呢就是我们看到 像一线城市本身的这个道路 交通拥堵情况就比较多 然后其实按照乘用车 现在的一个增速来看的话 虽然说可能环比是有所放缓 但是由于它的一个基础量 其实还是有比较大 所以每年其实整个增加的数量 依然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按照这个来看的话 可能更多看好的是 它的一个基数比较低 然后导致它的一个股价 前面有比较大幅度下跌 然后有一个超跌反弹 而且我看下很多的股票 之前都是亏损的 因为它的这个价格 其实是根治这种 包括是石油和煤炭价格 它是成一个正比 所以说目前成本 虽然说是降低了 但是由于市场 现在还没有完全的起来 所以其实还是在一个烧钱阶段 那么它既然现在是工信部 对于这个甲醇燃料加注的一个规范 要保证这个甲醇汽车的试点工作 咱们还是来考虑这个甲醇汽车 它肯定如果一旦是规模化了以后 那对甲醇生产企业 那肯定是一件好事 现在作为概念股 或许他们也会比较的活跃 但这个甲醇汽车 能够替代现在的 比如说烧柴油的烧汽油的这种车 它的空间大不大 我觉得还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因为就是单纯的比烧汽油烧柴油 就是甲醇它这个污染 或者说它的一个清洁度 其实要高很多的 如果说确实是要进行的话 它的一个成本其实还是很关键 因为目前是由于整个原油价格 处于一个相对历史低位 其实大家感觉上用油这个成本不是很高 但如果说未来 包括通过税收上面的一些调节 如果说它的甲醇确实这块 又能够有比较好的提醇技术 或者说它的一个动力也够得上的话 那么其实我觉得整个的一个价格 其实如果说能够有媲美 我觉得还是会有这种市场 好的 这个所谓的甲醇 就是带一个碳分子的一个醇 我们经常看到的 酒精 它其实就是乙醇 它带两个碳分子的一个醇类 那么它最终燃烧之后形成的什么 一共两样东西 一个水 一个二氧化碳 所以刚才童铭也说 它是一个清洁能源 你看啊 就是因为它燃烧之后 要么放出来的是水蒸气 要么放出来二氧化碳 这个对空气的污染程度来讲 应该比化石类的能源 这个要污染程度要小了很多 所以呢 它也是一种新能源汽车 这也是工信部往外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对策划 好 对策划